新竹竹东一间礼仪公司 日前遭到不明人事破坏杂电 可以看到有四名男子手持球棒 头戴帽子戴上口罩 就这样冲进礼仪公司 对着大厅的玻璃就是一阵猛杂 巨大的敲击声响 也惊动礼仪公司内部人员跑出来查看 还赶紧拿出手机搜证录影 而这四名男子把大厅门窗的玻璃 全部敲碎后随即也逃离现场 而业者也把被店内破坏的画面 公布在网路上 经过积极比对 目前已掌握特定嫌疑人 积极申办中 业者表示去年12月19号正式开幕时 经营期间没有消费纠纷 而他们是由政府单位 合法委外经营的业者 没想到却遭到其他业者排挤 甚至遭到破坏威胁 而现在业者已经将相关的监视器画面 交由警方单位处理调查 希望警方能尽快查出嫌犯的身份 记者何孟佳廖玉智新竹报道